大家好,那今天是9月28号 我们呢,就是我们孔圣人 就是公祭孔圣人 那么当然,孔圣人是我们大家的老师了 但是不管你是老师还是神 这个他也有他的八字 那算了,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是去研究 去真正去看一看这些八字 到底有没有准确性吗 对吧,我们是学习的态度 那这个就是说,也不是乱说的 因为这毕竟有考究的 说到孔子的八字是这个八字 公须已有公子加深 那我们的排盘远见就排不到以前那个古代了 所以我们就按照现在的 现代的八字来排上来 但是基本上都一样的 除了有某些年份,患大运有稍微的不同 但是无关紧要 我们还是可以用它来看的 好,孔圣人的八字 它是公经日主 那公经日主我们叫做什么 大杀器 大武器 完经 完经 那么一般我们说 公经日主最喜欢的是什么 是甲木和丁火 叫做炼金术 对吧 炼金术 那么就是比如说老子之类的 对吧 那这种炼金术 炼丹术 那这就是肯定是好的 但你会发现 孔圣人 它是没有 它只有甲木 没有丁火的 那么 这就已经说明了什么 就因为公经有丁火 有 甲木 我们叫做公不 叫做什么 公不离丁 丁不离甲 不离甲 这是富贵之命 那么我们看到 孔圣人 他是没有丁火的 没有丁火是什么 没有观心 所以我们历史书知道 这个人不是当官的 对不对 他不是当官的 他要当官的 当不了大 或者是当不稳的 那我不知道了 我们不去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你会看 按八字上就知道 然后他这个八字是 耕金生有业 那有业是什么 是羊润 对吧 羊润之业 那就旺 那他八字里面 有个耕虚 耕虚是奎缸 那么又旺 共旺了 然后呢 生有虚三合金 对不对 那人家说 你不要去讨论他 这个 有止水 这个分开 合不合了 合不合 他都是旺了 对吧 生有虚 三合金 那这个八字这么旺 这么旺的话 要么你就有 有旺的火 来克金 对吧 来炼金嘛 你要是 要么就是什么 就是让金去 去生水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谢金 那么叫做生发 对吧 只能说生发 就是木要开花了 金要生水了 叫做金水三观 我们说什么 聪明 不过三观 就说 三观之人 是最聪明的 而 看一看 孔圣人这个八字 金 很旺 这里有个水 等于什么 等于钱 远 他这个水 其实 算旺吗 如果只是看 这个子水 是不算旺的 那么这个钱 远 是不大的 但是 如果钱远不大 他肯定不能成为 孔圣人了 就是等于说 你这个 你所出来的 思维 你的文化 你所想出来 东西都不大 那怎么可能 成为孔圣人呢 对吧 不可能的呢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 圣经在这里 圣经 这是人 圣经叫什么 叫天河之水 有了圣经 那就圣子一河 圣经生子水 那这个子水就大了 诶 他的成就就大了 因为他金这么旺 水越大 他就越生化 越生化 他就等于说 他的思维也好啊 他越讲 能讲啊 相关是代表口才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 很会说话 很会说话 那么 水越大 他的思维就越大 他的格局就越大 他的成就就越大 所以呢 有水了 对吧 有水了 所以他那个水是旺的了 好 水旺的 然后呢 他写着水之后又生财 这两个财 好 我们一看就知道就 又来了 我们说孔圣人 我们很尊敬的 我们就事论事 研究这个东西 庚金是什么 所以他是时尚 他是商官生财的八字 商官生财的八字 说白了是什么 我靠口才 我靠技术 我靠本事 去挣钱了 就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也能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财又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父亲 代表是妻子 对不对 那这个八字 这个笔节出来了 那么会怎么样 会乙更合 首先是乙更合了 对不对 乙更合了 这个乙木坐在这里 有金这里是绝了 对吧 也是绝的 你不要说 乙木坐这里不是绝 庚金坐这里才绝 不要这样想了 他都是算绝 甲木坐在这里 也是不够好的了 因为毕竟这个八字 相对来说 庚金太旺 水 稍微不够旺 水还是不够的 水要太够了一些 你看这个甲乙木 我先不说什么 甲乙木是要水 要土 你这个木才能长得好的了 你又土吗 没土了 说它是无根之木 好 无根之木 首先说 那么老婆跟父亲 是不是都不够好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那么他是 父早忙的了 他父亲是 我看一下的 父亲反正是 比较 比较 早去世的 早去世的 这个 他三岁的时候 三岁的时候 老爸就去世了 所以 这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韩世那句话 他这个甲乙木 都没根 太飘了 水都木飘 所以呢 所谓的 不说 那个阔老 就说 父亲 妻子不立 对吧 然后你看看 他这个是 一定是妻子 乙木 乙根和 只有是绝 只有绝 不好意思 自绝 那这个乙根又何 那是不是老婆 第一个老婆 要离婚 那以前可能 没有离婚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了 对吧 反正他老婆 是要给这个 结走了 因为公息 这个一定比他大多了 就是可以刚 说他第一个女朋友 那以前不是说女朋友 也是老婆了 那这个老婆一定要 不理的话 那就有什么 是这样的了 对吧 事实上来说 是说他一天 一年到外面 一生在外面漂泊 是没有带老婆走的 是没有带老婆走 那老婆 具体在家里面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不说 不说 那他后面这里 还肯定有一个 对不对 因为生子乙和 这个甲乙 一定是 又是 另外一个女人 对吧 那要 如果是现代来说 一定是 一定 一定恶婚 或者就是外裔了 对吧 一定是这样的 百分百 对不对 因为他左右 对吧 两个都是到家里的 是不是 所以 就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你看看他 那这个人就是 他把这不就是喜欢 用水也大好 木也大要好吗 就喜欢水木嘛 对不对 你看他是什么 害子丑 年轻的时候 其实天干 是因为是活土 所以稍微 不够运气好 但后面你看看 是庚金 这里是庚金 这里是木 水木大运 60年 所以人家是 孔圣人了 对不对 因为大运 种地资 他地资走 水木大运 走了60年了 Come on 对吧 你还想怎么样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人家能够成为圣人 人家为什么 头脑这么厉害 对吧 人家为什么 讲仁义 给大家讲一下 仁日理智性 大家要知道 仁 我们整天说的 仁义 理 智 性 代表是什么 仁是木了 义是金了 对吧 金了 这个 这个理是打错了 我说怎么回事 我意思 这是理 这是火 水是代表智了 要信 成信了 是土了 那 请问 我们的 孔圣人 最喜欢是什么 是不是水 木 是不是 最喜欢是智慧 跟仁义 所以他是不是 整天说 人 其实他用到 他的用神 木了 看到没有 他整天就是 讲人的 儒家是不是 讲人 对不对 就是了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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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